秀出自己數位5倍券綁定成功的戰績 除了基本5000還拿到限量加碼800 以及經濟部500元好石券 結果到了晚上10點半查詢 加碼回饋名氣怎麼不見了 民眾嚇傻 怕自己白忙半天 最後綁定數位還沒拿到回饋 網路上討論串 不只藝人反應有這狀況 但發現大家剛好都是綁台灣配選台灣銀行 質疑難道是公股銀行連這也校正回歸嗎 我們實際上了台灣銀行的網站看 其實名額還是額滿的沒有因此而釋出 銀行解釋 因為綁定首日資料太混亂 他們才先宰下來整理 民眾在兩天之後可以再查 就會恢復正常 不用擔心權益受影響 或許很多人也會打1988來詢問 988紓困振興專線銀行 有高興為您服務 5倍券綁定開始 客服中心忙翻天 人數從平時20人多聘了100人 還是不夠 預計10月5倍券開始用之後 會再增2到30人支援 1988統計 民眾最常問的問題 除了資料填錯怎麼辦 還有綁定卡住 也打去求救 或一些綁定權益 網路上也有人遇到綁了VISA金融卡 才發現跟一般信用卡不同 消費前 賬戶餘額要先夠 才OK 並不是幫你把5000存進去 或加碼券中 地方創生券跟哀元券 有人綁信用卡 發現也能勾選 但沒有使用台灣配 也不知道抽中後能不能用 民眾的問題白白種 再來紙本券預約 恐怕會更混亂 TBS新聞陽青波 裡面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